首先我们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乌克兰东部前线俄军攻势猛烈 乌军发动空袭力挽狂澜 可是还是不抵人海战术 部分地区失守 而乌国政府也紧急撤离当地数千居民 乌克兰越境袭击俄罗斯的部分 范围则不再局限于边境百公里 还包括了435公里外的首都莫斯科 近日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总共有十多架遭到拦截 另外还有几架击中了俄国油库引发爆炸 乌军目前占领俄军92个城镇 可是补给线逐渐吃紧 攻势因此循环 军事算家就认为了 乌军对俄战略的据点已经不具威胁性 乌克兰军越境袭击俄罗斯超过两个星期 推进速度变得缓慢 反观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火线的攻势猛烈 乌军发动空袭力挽狂澜 但人不敌人海战术 乌克兰政府也紧急撤离东部署前居民 总统泽伦斯基向盟友喊话 强调现在是乌军的危机时刻 要求各国尽速兑现军援承诺 乌克兰攻击俄罗斯不再局限于边境百公里地 还包括了435公里外的首都莫斯科 乌军发动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莫斯科市长表示拦截了至少10架无人机 俄国全境共击落45架 其中几架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的油库 火势迟迟无法扑灭 乌军计划在深入推进96公里 泽伦斯基宣布乌军目前已经占领库斯克区 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92个城镇 俄罗斯国防部新编三个军团将回防边境地区 俄军也持续在核电厂附近挖壕沟 阻挡乌军进犯 乌军在俄罗斯境内的补给线开始吃紧 拖满了停进速度 多数军事专家认为 乌军对俄罗斯的战略据点 已不具威胁性 例如当地的核电厂 总统普京的态度也出现明显变化 乌军入侵前几日 他还气呼呼地要求军方把敌人赶出去 但这几天却表现得不太轻松 周二还到一间糖果工厂参观 俄国军事专家分析 普京企图借乌克兰入侵事件 激起民众的同仇敌抗 并转换成真兵的能量 普京宣布要给境内撤离的难民补助款 由此推估 俄军击乌军可能还要花几个星期 或是几个月的时间 军事专家认为持久战比的就是资源 这对乌军极为不利 美国对乌军行动不置可否 但肯定这一次的棋袭战术 对俄军的攻势造成冲击 俄乌战争也冲击全球经济 印度总理莫迪将前往乌克兰 希望能够扮演调停的角色 印度的外交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 绝不选边站 因此莫迪之前访问贸易伙伴国俄罗斯 还与普京拥抱 引发国际社会的不满 据传莫迪是受泽伦斯基的邀请前往 乌印两国在医疗教学上有合作 新冠肺炎期间 印度也提供乌克兰药物 莫迪到访要传达什么讯息 也引发外界关注 TVBS新闻总和报道